小小姐 你剛剛講到了在台灣這邊官員 數位謀面 然後就這麼熱心的幫助你 解決了一個人生很大的難題 其實你經歷過兩岸也有個對比 你覺得台灣的整個官僚運作系統 跟中國大陸那邊差別在哪裡 從你自己的感受 如果你的事情發生在大陸 能不能同樣的獲得這樣的解決 兩方面的你自己的感受 兩方面的差別在哪裡 我認為台灣的官員有同理心 他比較會同情幫助這些弱勢的人 所以很多東西 在台灣是不需要走後門啊 拉關係啊 不需要 不需要 我連耐性安主委 我連面都沒見過他 我也沒送他一毛錢的禮物 我也沒請他喝過一杯的開水 然後他把我的困難解決得這麼完美 我想我在大陸要運氣這麼好 可能很難吧 對我們困難最大就是那種兩岸政治的對立 兩岸政治的對立 我們這些大陸配偶就好像是北京當局的替罪高原 我們常常 無形當中就會受到那種很大的傷害 就好像在SARS的時候 我跟我先生他們 一家人的親戚 親民的時候在局長 然後就突然間會講說 你們大陸人不要把SARS帶到我們台灣 就無形當中很多事情都會坎坎坷到我們的身上 我希望說 這種對立的 情緒越來越少 對台灣也好 對領安也好 我真的希望說這種 不要讓我們成為替罪高原這種受害這麼深 反正有形無形你都會受到那種傷害 所以你經歷了政黨委屈 在大陸是從來不可能想像的 那你覺得兩任政府對你來講 就是在民進黨執政時期跟現在國民黨執政有沒有差別 你在以前民進黨執政會不會覺得因為陸配受到了歧視 在民進黨執政執行過 那小孩子是可以過來的 就是因為我去問的時候只差三個月 因為那時候大陸配偶如果要申請小孩子過來 是以申請的那一天慰保限定的年齡 現在是我們申請的那一天只要慰保年齡都可以 申請的那一天慰保年齡 以前是要批准的 批准的那一天慰保年齡 你如果現在申請你年齡不合 但是批准的那一天 你不知道他合聯合約要批准 批准的那一天如果超過年齡你也不行 那時候我的小孩子是還慰保十二週歲 當初就是民進黨執政 我求助吳門 我這幾年真的會一長江熬 會一長江熬 所以 現在就是國民黨執政 我才有這個福氣 才有可能碰到耐性有這麼好的主委 所以你覺得兩岸政策對你來講 在具體執行還是很大的困難 有很大的分別兩個不同 我也要感謝馬英九總統 他挑選了耐性揚主委 當陸委會的 當陸委會主委 今天如果不是耐性揚 如果是別人當主委 也不一定有這麼好的同意性 我來講 旁邊 我可不跟你說 感谢观看